我会这么做 各位老师 前半段动手做 我相信大家都会有 在后半段这三个最少要呈现一个吧 这样才符合动手使错的意义 把风打散打 所以呢 很常不等你们 你动手做不等你引导孩子的思考就没有 我们的教育的目的 是当孩子动手做华丽的喝 还是希望华丽的喝以外 还能够学到东西 能够脑筋 能够赚起来呢 大家是教育人 你刚才很清楚 绝对不是只要SR 还要什么啊 Maisa 但是 SR绝对可以促进Maisa 所以没有要你去改变你很大的教学方法 你原来教育是动手做的 还是要是动手做 但是就注意到什么 刚刚欠到后面那三个 多注意一点点就好了 Hands on 不等你Maisa 但是 Hands on 绝对可以促进Maisa 所以最后我们介绍一个 课程设计的脉络 以后啊 虽然到现在讲那么多 简单的就套了 你不想了解那么多的理由 你就套这个就好了 那如果 你套这个以后 你想要更完整的课程论述 那你还要去读书还是要想 二 第一个动作 体验 我们 让孩子去做ARVR 让孩子护背圈 让他操作 让他往往看 然后去做那个板凳 那个都是一个什么 体验 动手做 吸引孩子的乐趣 兴趣 第一个动作是什么 通证 体验完了就结束了 那场了 你什么都没让孩子学到 好可惜 通证 帮孩子理论一下 刚刚的活动 刚刚的程序 老师其实藏了什么东西在里面 一方面跟同学讨论 了解同学吸收的状况 一方面帮忙补充 定证 有了 错了 帮他引导回来 所以要去做通证 第三个动作 给你个学习单 让孩子去反思 前面体验到通证这个历程 反思一下 就这个反思这个动作 就有点像张无敬 不是这个谁 杨过 杨过他们学了很多乱七八糟的招式 他最后有一次自己在那边乱发疯 他不是乱发疯 因为他学太多的时候他在生理一下 不然他脑子会烧毁 可是反思是在这个疏离一下 前面学的东西 好 到他们深层里面去 这样将来就可以产生什么 应用 如果你这是一个小课程 要反思就就可以了 如果你是一个大课程 你还可以出一个什么 变习的体验 让孩子看得懂 前面教的这些东西 你是模仿老师的也好 或是参考的也好 没关系 但是透过老师的统证 学生的反思 他能够把这样一个学习的经验 先学习兼语应用到什么 下一次的活动里面 这个部分帮大家参考 所以 这不是我讲的 慢慢的会发现 我提出的这些东西 可能都会用一些学理的译句 杜威 杜威讲 他讲什么 我们不是从经验中学习 所以 如果我们只是给孩子动手做 有 他有动手做的经验 的确是有 但是 如果你的动手做之后 加一个小小的活动 统证跟反思 我们孩子会从怎样 反思中 学习到更多 包括你听了 早上天宁老师的课 昨天益龙老师的课 贵恩老师的课 你听听就过了 你只是体验的那个立场 你有没有去反思 天宁老师 益龙老师 益龙老师 找到 益龙老师谈的这些东西 你有没有想到将来怎么去应用在课程 符不符合我的需求 如果符合我的需求 我只挑哪些部分 我要怎么去进行 这些东西一个是什么 反思 对不对 那 学习最重要是反思 所以这个简单的东西 好东西 好东西 比素养导向更简单 比素养导向更容易素养导向 对吧 要大家听得进去的才叫数养高校 对吧 对吧 所以 给大家第一点答案 要学生愿意听 听得进去的才叫学习 所以当 如果学生保持兴趣 injual engage 跟学习中间有冲突 我觉得还是要选择 让他有兴趣 牺牲一点点学习的内涵 但是不能完全没有 不能完全没有 牺牲一点点学习的内涵 让你的课程更趣味性 就能够学习会 注意 咱们 去